大家好,歡迎大家跟我一起來玩 薩爾達傳說曠野之習中文版 我是薇薇,我們寄了這個最後一個神獸以後 很多觀眾都說我可以拿這個頭盔喔 雷鳴頭盔 所以今天我打算要來拿雷鳴頭盔喔 那拿雷鳴頭盔算是要完成一連串的任務 所以今天就來完成一連串的任務 首先就是跟他講一下話 這樣 到他這個前面,到這個露珠的前面 你就可以在這個旁邊這邊 看一下這個頭盔喔 這是我們希望拿到的頭盔 我按下調查 有這個頭盔可以看嗎 有這個頭盔以後,如果有打雷的時候喔 就打雷電不到你 所以這頭盔很重要 大家都叫我來拿這個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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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個任務喔 在這個地方喔 在城堡的前面 我們要撿雷鳴頭盔 第一個任務就是要跟他講話 他有一些煩惱 我們要幫他解決 他有一些煩惱 我們要幫他解決 打火石 所以我們也有打火石了 但如果沒有打火石的大家喔 可以去火山區 或者任何地方 你去解的時候就可以拿打火石 那通常火山區會有蠻多的 大家可以去那邊看一下 那我們就已經有十個打火石了 我們就給他 你去給他打火石 你去給他打火石 嗯 嗯 那就看大家要什麼樣的飾品 我們就來個藍寶石頭飾 這個 這種耐熱的這個防護 媽 好 這樣我們就解決了第一個問題喔 在這個前面 這邊 那解決問題以後 這個寶石墊就開張了喔 那這邊有好多好多的這個手勢 可以買 那各個有不同的這個 功能喔 這樣子 大家可以來這邊買這個手勢 那我就不買了喔 那我打算在沒有錄影的時候再來買 這樣我們就解了第一個 這個雷鳴頭盔的任務 就是解這個鑽石喔 解這個頭飾的這個任務 給他打火石就好了 好 那雷鳴頭盔的第二個任務喔 這樣子喔 大家請在這個地方 先買一個這個 跟他買個生命榴槤喔 跟這個這邊這邊 這個攤販買個生命榴槤 或是你要全買也可以 那我就買一個 好 買了一個生命榴槤 確認你有一個生命榴槤以後 你就去這邊 他們在訓練的這個地方 這邊 就跟他講話 這個是第二個任務 第二個任務就是 巴勒塔要去找這個巴勒塔 巴勒塔很喜歡亂跑 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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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search 好 這個是雷鳴頭盔的第二個任務 要幫所有小鎮的這些人民 解決他們的困難 那這個任務是尋找巴勒塔 那我们就去寻找巴勒塔 他的人在这边 在这边 在这边 在这化石这边 那我们就把我们自己传送到这边去哦 好 你到这边以后 你就会看到 这个 这个 附近哦 这边 化石这个地方 有一个巴勒塔在这边 他来这边调查 其实受不了了 正做点 所以这个时候就是要这个生命榴莲 我们刚好就有用我们买了生命榴莲 生命榴莲 给你 叫他赶快回去 这样我就完成了第二个任务哦 寻找巴勒塔 那我们来回去 格鲁德小镇这边 好这样 这样我们就要完成第二个任务哦 我们直接从这个城门这边爬进去好像比较快的感觉 哇 哇 thu 啊 啊 这个是雷鸣头盔的第二个小任务 叫寻找巴勒塔 那接下来我们来去完成雷鸣头盔的第三个小任务 那第三个小任务在这边 在这个守卫的这边 这边 这也是一个小镇的居民 他也有问题要解决 好 好,我們在這個小鎮的這個地方 就跟他講話 他發現這邊的泉水有受到汙染啊 你看這邊有好多好多的垃圾 西瓜皮喔,這樣子 那我們就找這個泉水的 你看上游,你看好多好多的西瓜皮掉下來 這個泉水被汙染了 你就去找這個泉水的上游 你看又有西瓜皮在這邊 我覺得這個遊戲做的真的很棒耶 你看好多好多的這個 這個垃圾喔,從上游掉下來 你看這邊又有一個西瓜皮 你去找看看誰是犯人 誰來汙染這個水源 你看這邊又有一個西瓜皮掉下來了 你就要一路往上找 你就發現這個小姐喔 好 在這邊吃西瓜 然後亂扔西瓜皮 好 這樣 你就跟他講話 其實你汙染到水源了大姐 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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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解決這個問題要十顆草莓 那我來看看我現在有多少草莓 我有蘋果 然後我有三十五顆草莓喔 是直接可以解決這個問題喔 就是直接給他 然後就可以過了這個關卡 但是如果你沒有那麼多草莓的話 那我來跟大家講有個地方有很多草莓 在這邊 在這個 立特村的這個 立特村驛站這邊 外面有很多草莓 這樣子 所以如果你想要草莓的話 你就把你自己傳送到這個地方 然後我們來標註一下喔 我們把我們自己傳送到這個地方 然後我們來標註一下喔 這樣子 大概在這邊 好 這樣 這邊有很多草莓 那我們就飛過去囉 好 喔 好 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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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在這個村莊外面啊 有一些草莓 我們可以拿 你看這邊,這邊就有草莓 那這附近有很多草莓 你可以就是拿開你的照相機 照這個草莓 然後打開你的這個 西卡感應器這邊 這樣按Y 打開這個地圖以後按Y 以後就可以在這邊 把這個變更尋找物 然後就是尋找草莓 這邊 這樣,這樣你就會尋找草莓 我聽到草莓就會叫 所以就在這附近可以找草莓 它就有這個提示聲 這樣,你就在這附近找這個草莓 這樣,你就採了十顆草莓以後 那你就可以第一個 把你自己的這個西卡感應器換回神廟 然後打自己傳揮 沙漠地區這邊 好,那還是一樣 我們就上去這邊這個水源汙染的地方 把我們有的草莓 十顆草莓給 這個汙染的是一個小企 這樣 這邊 它還在繼續汙染 你看還有 一直丟垃圾下來 我帶來了 我帶來了 石石 它就不再污染水源了 這樣就可以去找 剛才這個小朋友 哼 好 這樣我們就解決了這個雷鳴頭盔的第三個小任務喔 誰示範人 那接下來我們來解雷鳴頭盔的第四個任務 那這邊 雷鳴頭盔的第四個任務喔 是要解 是要跟這個人講話 然後去打這個很大的那個怪 是要解雷鳴頭盔的 是要打這個怪 拿到他的肝上 其實我在沒有錄影的時候 我已經打了很多次了 那我剛才特別等紅月亮之後喔 等這個怪重新活起來再錄影 那如果大家已經跟這個怪打過了 已經拿到他的肝臟了喔 那就可以直接解這個小任務 那我想要在那個之前跟大家講一下 剛才我在路上 碰到剛才那個小姐喔 那她的丈夫有 身體有問題要 她的肝臟 那通常這個小姐是在這個地方 通常你在路上 或在這個地方 可以看到剛才那個給你任務的小姐 所以如果你沒有在剛才 路上碰到她的話 如果你要解第四個任務的話 就在白天來這個地方去找這個小姐就好了 好這樣 那這個很大的怪獸在哪邊呢 在有兩個地方有 一個是在這邊 盧馬林沙丘這邊 就是我們解有一個神廟的這個地方 這邊有一個 然後我記得好像在這個附近也有一個 大概在這附近也有一個吧 還是在這附近 反正在這個中間裡面 這邊好像也有一個 也有一個很大的怪 那我們就把我們自己傳送到這個地方 去打怪吧 好 所以我們把我自己傳送到這邊 這邊很熱 我們就 來換一個 防熱的衣服 換好以後 我的觀眾告訴我說 可以用這個炸彈劍 去炸這個 怪 這樣子 所以我們換炸彈劍 然後換這個 一次可以發三隻的這個弓 武器的話 我就還是Master Sword 其實你可以喔 還是要發這個 就請他過來 炸他 可以用這個炸彈劍 轟他 這樣可以喔 可以這樣 轟他 你可以這樣 如果你已經殺了這個 殺了這個很大的 這個駱駝神獸的話 可以用你得到的這個雷電喔 好 用這個憤怒 什麼烏爾波什麼東西的憤怒阿 就是這種 發出雷電 這樣就可以了 只要發出雷電 這個怪就會死了 這樣我們就拿到他的肝臟 有這個雙手劍 那我不太想拿雙手劍 然後這個呢 這個也是喔 這樣子 那我的武器都還不錯 看一下我的武器 這樣我的武器都還不錯 還有一個108的這個劍喔 我就不想拿這個雙手劍了 我就打算回去覆命 好 回到這邊以後 繼續女人國之前 記得要換女人的衣服 不然會被趕出來喔 好 換好了以後我們就回去找她 那當然大家應該不用再打 因為大家應該都有肝臟了 這樣我們就看剛才那個女人到哪邊去了 那個 那我們可以看一下 我們的冒險 這個 我們看看她在哪邊 她還是在這邊 要去找她 這個 這個 好 你就跟她講話 什麼 什麼 這個給你 剛才打的 新鮮的肝臟 這樣 這樣我們就寫了雷鳴頭盔的 雷鳴頭盔的第四個任務 這樣我們寫了四個任務以後 就可以回去供殿這邊喔 跟她講話喔 我們幫你的人民解決他們的問題 這樣啊 這樣子我們就得到了這雷鳴頭盔喔 解了四個小任務 我們就得到了雷鳴頭盔 以後我們就不用怕雷電了 雷電打到我們 要打電用打到我們的時候 我們也不用換裝 我想要到城外去試試看這個頭盔喔 我想要到城外去試試看這個頭盔喔 不然的話 在城內 換裝可能會被趕出來 我來換一下喔 喔 喔 這樣我們就不怕雷電了 這就是得到雷鳴頭盔的方法 希望今天的短片對大家玩遊戲會有幫助 我是魏偉 如果喜歡我的短片的話 歡迎大家訂閱 我們下個短片見 掰 然後的話 我們下一次再見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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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